世事动名皆学问 人情炼达纪文章 大家好 这里是国学会心 在人生的旅途中 保持自我 不被外界纷扰所干扰 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 这种能力 简称为不入局 是在人生的上升期 尤为关键的品质 在这一时期 个人往往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其中步伐会遭遇极度 重伤 陷害等低劣的攻击 甚至更高级的手段 如心理操控 PUA 洗脑或者利用 一旦我们开始理会这些负面声音 让我们的思维和情绪被对方引导 那么 我们就算是入局了 然而 能够时刻保持冷静和理性的人并不多 这需要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 理解自己的行为 并深刻洞察他人的意图 在这基础上 我们能做出决策 拒绝被他人影响 坚持自己的立场和选择 达到这种心智的清醒和理性 往往需要经过无数的试炼和挑战 经历过失败和痛苦之后 我们才能慢慢学会如何守护自己的心灵 不被外界所动摇 因此 在与人交往中 我们不能轻易地将自己的时间和情绪投入给他人 时间和情绪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 都是无比珍贵的资源 面对试图挑衅 诱导我们入局的人和事 我们应学会保持距离 甚至转身离开 不让自己沉浸在他人设下的局中 这样 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 的人生路途上 保持清醒的头脑 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不受外界干扰 从而实现真正的自我提升和成长